你不是都公開透明嗎 這八年你不是都公開透明嗎 現在說出來去檢查啊 去作證啊 陳昇文現在是在裡面 你自己說我要作證 你說有什麼人有什麼人有什麼人 陳昇文會不會有民眾黨議員 或說那時候柯市府的官員 不是 民眾黨的議員 那四個古年一句話都沒說 黃靜雲 陳佑誠 林真宇 張智郎 這四個去年在台北市議會 針對台智光這個案子 有講過一句話嗎 都沒有啦 很奇怪嘛 你老闆柯文哲 找這家就找到這樣 你兩個死的都沒說話 柯文哲你既然知道陳昇文是肉杖頭 那你知道野家有哪些肉杖 不管你幹嘛講這種話 你可以想說陳昇文個案 如果我會了解 他們都沒有人有事 今天陳昇文有事 你自己恭喜肉杖頭 這八年代表你知道是誰 所以柯文哲這個事情 我看你也逃不掉了 是 好 我們看到柯文哲 昨天晚上還有錄影片 說當初這個兩妹三妹 要開始動手腳的時候 他就知道警察局壓力很大 所以他就自己去警察局 開專案會議 然後自己聽報告 他說這樣的警察局 才沒有壓力 來 于將軍 我們看到柯文哲 講了這麼多 甚至說這個昨天 這個秦王也有提到啊 那個費率會議呢 40分鐘通過70多個案子耶 然後他有說 不然要開多久 會議不都是這樣子嗎 那就顯然 這是不是陳他所益 快速的70幾個案子 通通照案通過呢 按照柯文哲的個性 開會是要解決問題的 那請問你開完這40分鐘的會議 解決了什麼問題 警察局還是被威脅啊 我們看電影只有那個 惡警 壞警察 去跟人家收保護費的 怎麼警察被人家收保護費啊 對 還被恐嚇 警察局被廠商恐嚇耶 這 那個雷洛鑽都白眼了 亂演了 不對啦 警察應該是被恐嚇的 這太可惡了 你拿什麼威脅警察 我告訴你 拿市民的安全 哦 你要扛得住喔 如果你不繳錢 你不按照合約走 台北市所有的警戒信用全部斷線 警察局啊 你扛得住嗎 我要你烏纱帽掉地 就這樣 所以為什麼警察是 鎮峰處的人會跑去找議員 沒辦法啊 我們扛不住啊 為什麼扛不住 上面人不挺我們啊 柯文哲你是市長 你8年來增加了47個紙約 你真的嗎 你說郝鑽彬簽了那個25年的 不平等條約 沒錯 那個條約是很糟糕 你可以有兩件事 第一個你可以廢止組約 為什麼 人家都到現場來威脅你的警察局了 你當個大家長 你能忍嗎 為什麼要忍8年 你告訴你為什麼要忍8年 你知不知道這8年來 你的警察局被廠商這樣子嗆 還不調查 不調查 然後呢 我沒有 我解決問題而已啦 對不對 我就訂一個紙約 能夠省一點錢就好 什麼叫省錢 要合理 不是省錢 人家用網路用100塊 你用網路用1500塊你覺得省錢 那人家用100塊就可以了 網路是越用越便宜啊 跟手機的傳輸功率一樣嘛 剛開始傳輸這麼貴 一個月月租費沒有2000塊用不起 現在300500都有了 那你為什麼不會呢 你這麼科學的頭腦 你這麼理性的方式 你這麼要節約 幫國防 幫這個台北市 節約公帑 為什麼這個是不節約 然後最有趣的是一件事 他說 我開會40分鐘還要開多久 開會啊 如果可以解決問題 5分鐘就夠了 解決不了問題 你40分鐘 你討論什麼事嘛 你為什麼會議記錄 蔣灣拿不到嘛 蔣灣是市長哦 現在所有台北市府以內 所有公文蔣灣都可以解密 因為他是市長 為什麼蔣灣找不到 柯文怎麼跟蔣灣約一個時間 來我來幫你找 你藏在市長是哪個抽屜裡面 抽屜裡面有暗沉嗎 他9點開9點40結束對不對 你知道主席幾點進場了 9點34分 他對頭跟主席坐桌 到這個會開了5分鐘 所以說 他進去幹嘛 他執行 他是統包啦 5分鐘通過70幾個案子 就是我還沒有來對不對 你們先去喬啦 你們喬的我都看不到啦 你們這些相關單位 事務官趕快去喬 喬到好了通知我 我過來拍板 好搞定就這樣 這哪叫當市長啊 這叫推責任嘛 做得好是我主持的 做得不好 這些人喔 私底下按盤交易啦 糟糕啦 所以我才說柯文哲 8年的市長 你不可能推掉 另外就有蔣萬 蔣萬到底在怕什麼 我不相信台北市政府 找不出柯文哲的資料來 我不相信 一定有啦 你在顧慮什麼 還想藍白河嗎 還是怕傷到你自己 還是怕傷到市府或是議會有問題的人 我覺得蔣萬如果你再這麼沒有膽 你會被柯文哲吃得死死的 對 柯文哲就是吃定了你沒膽 他就是咬定了你沒種 對 我告訴你 柯文哲會慢慢出招 蔣萬最好的方式 誠實面對 趕快把事情攻注於是 大家該要回歸合理的費率 回歸合理的費率 該要辦的人就辦 不要怕 對 柯文哲昨天還說了 怎麼現在變成在檢討我 他說呢 我是當年那個提出問題 說要這個要小心的 然後他說相信公務員不會故意去犯錯 然後他也不想再去回答 任何這種穿著附會的問題 來原諜 怎麼看柯文哲這樣的一個說法 是吃定了 蔣萬不敢把真正的問題合約拿出來嗎 我覺得柯文哲他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 因為本來這個事情 一開始是一個議員 被受押 然後牽扯到台資光案子 本來也沒柯文哲的事情 是他自己忽然跳出來 然後去指控蔣萬安 說蔣萬安不懂啊 然後說蔣萬安 蔣市府啊都不像他一樣 會為市府省錢 好像把蔣萬安講得很笨一樣 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後來蔣市府才不爽的嘛 從李四川開始發文 說柯文哲你一直咄咄逼人 所以呢 我必須不吐不快 問題在費率 你為什麼訂了一個三妹 兩千兩百塊費率 是這樣子 這個事情才扯到柯文哲那邊去 就柯文哲自己口嘴噴了半天之後 最後再問說 這事情怎麼會扯到我 那是因為你現在吐別人口水啊 所以他昨天受訪的時候 他說蔣萬安是因為自己 自己很臭 所以破糞給他 沒有剛好講相反 剛好講相反 是柯文哲先去破糞蔣萬安 那我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柯文哲跟蔣萬安 也許大家都各有道理 柯文哲的意思是說 他把那個價錢壓低一點 只要23%用兩妹 用三妹傳輸 77%用三妹傳輸嘛 但你不能說蔣萬安錯啊 蔣萬安他後來全部兩百萬監視器 用三妹傳輸 原因是因為當時台北市議會有一個 但書嘛 就規定說兩百萬畫出 就是要用三妹傳輸 所以用了這樣子一個議會的決議 編出了這樣的預算 5.5億 可是後來蔣萬安也是非常認真 在議價後來變成5.02億 那你柯文哲怎麼可以就這樣子去指控蔣萬安 他指控蔣萬安福報九千萬 為什麼這是福報 福報是不是就是有貪污的問題 是柯文哲在指控蔣萬安福報 柯文哲那時候的費率也比其他縣市還要高 還要高嘛 而且警察局最特別的是 所有的其他局處 其他所有的局處都是統一由資訊處在議價 所以他們的價錢是好像3M1000多塊 1700多塊 只有警察局要定一個專約 然後三妹是2200 那現在蔣萬安是把警察局的指約 把他解掉了 以後統一由資訊處來議價 所以價錢可能又會再低 蔣萬安怎麼不敢這個絕地大反攻 解掉母約 一切問題就解掉 解掉母約可以研究 那我們先講 對 柯文哲也是這樣講 蔣萬安你為什麼不解母約 那蔣萬安他們就說 那柯文哲你為什麼不解母約 柯文哲說 因為沒有犯罪事實 所以我不能解母約 那問題是 那蔣萬安現在 陳聰文是被收押沒錯 可是他收押也還沒有 連起訴都沒有 怎麼可以認定他一定犯罪 你會不會覺得陳聰文被收押 然後柯文哲馬上跳出來咬 是不是他嗅到什麼樣的警訊 他覺得會不會燒到柯文哲身上 我覺得他是有在自保 他覺得可能會燒到他 你看他PO公文的速度又急又快 而且那個公文預先寫的兩行字 什麼藍綠 藍綠聯手 什麼財團掏空國家 那行字對不對 他那個公文是什麼公文 那個公文是一個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那個公文是警察局的一個簽 簽就是承辦人要請示上級 叫做簽嘛 為什麼要請示上級 因為當時柯文哲 因為不能接受臺北市議會的誕書 就要求兩百萬畫素的監製器 一定要上面傳輸 所以柯文哲不能接受 他就叫那個他就提那個複議案 結果你們知道嗎 複議案 國民黨議員跟我講 他說有一天忽然被叫去開領事會 然後那個複議案的主席就念一念這個報告案 現場根本沒有一個人發言 莫名其妙這個複議案就沒過 那我就問一件事情 如果柯文哲是玩真的啦 民眾黨有沒有議員在臺北市議會 有吧 那他玩真的 他要不要去溝通一下他友好的議員 是不是應該在討論複議案的時候 為他發聲就完全沒有人講一句話 這個複議案就沒通過 那請問一下這個複議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然後第二個那個籤 然後推卸變成藍綠勾結了 對他完全沒有 他完全沒有在證理這個複議案 但他有個動作是我提複議 可是你真的很希望他複議成功嗎 如果你希望的話你就會跟 你就會叫民眾黨議員幫忙嘛 第二個他那個籤下面講那句話 叫做藍綠勾結財團 惡行惡狀必須公告於是 這是他寫的對不對 好那最後這個籤 市長籤完之後 最後是會回到哪裡 回到承辦人那邊嘛 承辦人之後 原來市長是這樣批示 好啦我請教一下 承辦人警察局承辦人 你在那個時候市長批示完 你有沒有公告於是 有說啊忽然開個記者會 說藍綠議員勾結財團 我們市長指示我要公告於是 有沒有做這個動作 也沒有啊 那柯文哲你根本從頭到尾都在打假球 然後今天然後也有人講說什麼 以前柯文哲不是開了一個聯政 有一個聯政委員會嘛 去檢討什麼大巨蛋案 什麼案什麼案對不對 聯政委員會好像有 有委員討論台志光 可是柯文哲在討論台志光的時候 就先走了 然後台志光這個案子 也沒有做任何的討論 所以人家質疑他嘛 柯文哲你講說台志光這個案子 好像不能討論 因為法律都找不到任何 可以解約條件 也不能跟動 那請教一下那大巨蛋 為什麼你就可以去做 然後為什麼聯政委員會 就只有台志光你不處理 來來來 郭東哥怎麼看 現在兩個人柯蔣互咬 但其實我們看到背後的原因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還是說都想要甩鍋 柯文哲現在強力的要甩給蔣萬安呢 兩位首都市長這樣互相破糞罵街 對這個案情真的有幫助嗎 一點幫助都沒有 而且是做了最壞的示範 對一些年輕朋友 對現在求學學生說 市長怎麼這樣子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呢 講到這麼難聽 這樣子撥糞 互相撥糞 誰湊 誰不湊 這是讓人家斯文掃地 好歹你們是前後任市長 他們現在所講的都不是現在檢察官 北檢專案要辦的 北檢專案不是辦到那一塊去嘛 你如果辦那個外線 全部都變成政治問題嘛 你母業為什麼不解 然後因為現在你要找證據 貪污的證據 人家檢察官辦案是有貪污的證據嘛 要從陳崇文這邊去整個抓出來 還有誰吃嘛 對 那你可不可以講了半天 雙方兩個市政府 以前新舊市政府都講 合約怎麼樣 那現在問題都出來了 慢慢今天最新的是民進黨的一言紅碗針拿出來了 自105年1月8號1月18號開會的紀錄 連政委員會開會紀錄 上面有你柯文哲簽名的會議紀錄 為什麼你的結議是不要立案調查 這個案子不必立案調查 但是你的會議結議是這個樣子 你不要以為公文 他今天最好玩的是 他還嗆蔣萬安 說公文資料全部都在拿出來 現在人家一樣一樣拿出來了 你的公文資料 有這個結議 當時大家在討論 第一個案子就是這個案子太嚴重了 一定有B案 結果你的結議是不要調查 那是什麼原因 你單單這個東西檢察官就會傳問你 你為什麼不立案調查 柯文哲是越講越膽大 後面咬出來更多 一狗票人什麼都敢講 然後他講說 是我提醒他要注意的 奇怪 你八年的市長任內 不注意不去處理這個事情 你卸任的時候提醒後任人要注意 不調查然後現在來說我來提醒 說要注意 蔣萬安當然現在是蔣萬安 現在不吭聲 蔣萬安現在放出去的人 在那裡跟他對打 蔣萬安現在是點點 事實上很多這些文件公文 都是蔣萬安你市政府放出來的 不然人家怎麼有 對不對 而且我還不客氣講 這個案子可能都還不從 郝隆斌 郝隆斌是簽母約 現在好了 沒有人可以管了 互相罵 罵到什麼 罵到檢察官 從陳昌文那裡 繼續追 追到還有其他議員沒有 現在就是看 藍立白已經繳成一團了 大家在那裡掀 掀到最後會變成什麼結局 沒人知道 基隆市長謝國良 面對罷免行動 現在分數已經這個 八千多份了 那在時隔十多天之後呢 首度受訪 他說他要做更多的有感施政 來義串兄 現在對於基隆市民來講 謝國良做了哪些有感事 有感到想要罷免 這麼多事情 他做什麼操跑 打鼓子 你洗一洗 整個鼓子都瘋瘋瘋 這就是看得到 要送個個個路的車 沒有散播大家出去 現在換另外兩個牌子 另外兩個包廚 最近又傳出說 付出這個歐洲賣這件事 去設置一間公關公司 擁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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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緊公司很差別 這條擁緊公司的錢 是去年的7月送議會最佳預算 擁緊公司7月成立 11月招標 這家公司得標 這家公司成立到100天 得標 這個評選的過程裡面 兩間公司代表 有一間25年 一間三個月 三個月 對 25年沒有錯 他的評分項目裡頭 有10%是公司的經驗 25%是執行能力 一間三個月公司 哪有經驗 哪有執行能力 那應該零分啊 結果這間公司 就八十二分 哦 就八十二分啊 這異常 這間公司得標進行 公告決標進行 這間公司是網路證人 都還沒割標 還沒得標就證人了 好 證人老的電話 叫老的E-mail 老隊你知道嗎 老另外一個公司叫 威肯 哦 那個E-mail就是 E-mail就是 那個福建銀姓語的 就是這間公司 這個姓語的 這個負責人的E-mail 他後面的小老鼠 後面 小老鼠後面 那個E-mail 就是威肯的E-mail 現在既然查出來說 那天這個五年 不是出來說 有新方案嗎 什麼零元方案 聯絡電話 第一機卡住 威肯顧問公司 你好 請直播分記號嗎 奇怪你這間公司 不是湧景嗎 怎麼會被威肯 好 我們點破這條而已 那個福建銀長出來說 自己信任喔 他說 這個是我們公司 內部的事情 不管是轉包 還是E-mail協助 這個都是我們公司 內部的事情 我們不對外說明 厲害了 這句話厲害了 因為你們的合約裡面 就在合約裡面 不得轉包 轉包是違約 你信任你轉包 為什麼他要轉包 因為威肯公司 從去年到今年 幾個人市政府 已經到幾百萬的標案了 太多標案了 就標拍謝啦 創這間湧景 叫他來 一個人出來 十年一間叫做湧景 我請問你 這個案 要有五個專任人員 這五個專任人員 現在一隊上班 現在一隊上班 他們在公司的地址喔 公司的地址 那是南京西路一至一號 上面那個路程 五十間公司 那代表什麼 共享辦公司 就去兵器而已 那公司不是說 員工才一個人 不是 那就是一個共享辦公司 名字放在那裡 沒有人在那上班 空投公司 那我請問這五個專任人員 在哪裡 怎麼有人在威肯的 到接地位 那你就跟一間公司 你要創另外一個名字去 重點是威肯公關 叫謝國良的關係 威肯公關 我們就謝國良選舉的時候 花八百六十萬 整個一些文選 整個一些活動 也就威肯 那政治獻金裡面 都有清澈 好朋友 謝國良就擺八百幾萬 這間公司 那現在這個 譚表這間鄉順的負責人 姓宇的這個負責人 叫環保局長 現在這個環保局長 同一個環保局長 叫姓宇的負責人 十五年前就實在了 他們都在創兩岸交流 好朋友 都在創兩岸交流 哪有局長在開公司 叫我們的朋友來 說來來來 你快點喔 我有一個追加預算 今天生前公司 生日報追加預算 通過三個月來表表到 也都私相授受 這 我們有話想像 你知道嗎 有夠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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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減期的啦 不可以轉包 合約裡面就不可以轉包 即使你要分包喔 就是說你把這間有一個報 譬如說要打一個公司 叫一間打平的公司 十萬十幾萬 你要分包 還要爭得基隆市政府同意呢 你看一個公務 基隆市政府說 我這裏有一條 這條我還不可以 要花十幾萬多 要分一間公司 倒用 你要做這些 都要基隆市政府同意 對 你既然就用全包的 倒過去 你就是把一個 標案標題還洗出去 這樣是違法的 明目張膽的違法 來清皇 所以這個 謝國良所謂的有感 是這種的施政嗎 超級有感 為什麼講超級有感 昨天我們已經告訴大家了嘛 就是你可以看得到 基隆市的環保局的局長 跟這個永景公司的負責人 在同一個協會裡面 兩個人都是常務理事啊 就是阿川講的那個 叫做中華曙光協會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一層 關係裡面 那阿川又加了一個 十五年前就認識這個條件 那我請問你這中間 難道沒有瓜田裡下 迴避的問題嗎 當然有嘛 那更不用講 威肯這家公司 看起來跟永景這家公司 兩邊關係密切嘛 那為什麼這樣講 你光是看這一個 我請問你喔 這個有沒有種 時空旅行的感覺 在我得標以前 我就知道我要先找人 我要先徵人 有這回事嗎 有 這就這樣上演喔 怎麼意思呢 你看喔 這個是在PTT上面的 徵人的文章喔 2023年11月21號 他上面徵什麼 徵住基隆環保局專任人員 那他要找一個派住在 基隆環保局的專任人員 時間在2023年去年的 11月21號 那請問一下喔 這個招真人的單位呢 你知道 真人的單位就是 永景這家公司 他的流就是 永景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派住在基隆環保局 那我請問 永景這家公司 在去年11月21號的時候 你得標了嗎 你知道什麼時候開標了嗎 大家看喔 開標的時間 基隆市環保局 112年跟113年的 電動機車專案辦公室的委託計畫 他的決標日期是11月27號 觀眾朋友看到沒有 2023年11月27號 他才決標呢 決標前喔 決標前六天喔 11月27號決標 11月21號 他就可以預知到 我有感覺 我有第六感覺得 我一定會得標 而且這個案子有兩家投票 對 你如果是說投票下去 還不開真正喔 怕我一間 我有把握 我可以資格 我就借人嘛 這個案子有兩間公司 那就是內定 他就告訴你有兩家 即便有另外一家 我也很有把握嘛 所以他才會在11月21號的時候 你看去年11月21號 他就先登真人的文章 決標在11月27號 我請問有這 比這還不合理的事情嗎 有啊 你知道東岸商場 也有類似的狀況啊 也有先提前預知 我會得標 所以我還是在真人嘛 對啊 所以這些奇怪的事情 都在激容發生耶 在激容發生喔 微風的事情 就我們講說 東岸商場事情 有類似的事情 這件標案也是類似啊 對 然後在這個決標前七六天的時候 他就在PTT上面登真人文章 然後來第二個部分 就你在看喔 第二個部分寫什麼 第二個部分 就是他真人喔 他下面要聯絡方式嘛 余先生 就我們剛剛講余先生 擁緊公司的負責人余先生 然後呢 他前面這個 阿川在講的E-mail呢 我跟你講 這個E-mail實在太好認了 這個他的E-mail呢 就是前面喔 不講後面呢 其實就看得出來 我們這個講說小老鼠後面的 這網譽的部分 網譽叫做 We can PR.com.tw 什麼意思 We can We can PR叫做公關嘛 所以就是 威肯公關 他就用 We can PR.com.tw 所以呢 這邊只有最後 只得到一個解釋喔 就是 威肯的老闆真的對 這個余先生非常的好 是不是 那個余先生要特別講到說 因為老闆鼓勵他 這個內部創業 鼓勵他創業 所以共享資源 不但共享資源之外 連E-mail都照樣讓他使用 E-mail讓他使用 連電動機車的專案辦公室電話 打去的時候都是 威肯一號 你看有資源共享到這種程度 所以我們說 你從這個內容裡面 就會看到 在基隆發生的怪數真的太多 而且怪到 紅的案子呢 還不是唯一的 其他的案子都有